那就是想說 政客老了怎麼 政客啦 政客喔 管他去死了嘛 反正對國家也沒什麼貢獻了 我講錯了 你沒關係 你怎麼 有人抖內說要我們做政客養老院 有人抖內喔 什麼叫政客養老院 我剛剛做一個民心養老院 請你老婆去看你老婆出國啊 他沒有辦法來啊 那有些人建議我們做政客老院 我是想民心老了怎麼辦 那就是想說政客老了怎麼 政客啦 政客喔 管他去死了嘛 反正對國家也沒什麼貢獻了 我講錯了 你沒關係 你怎麼講 所以你在八年從政的經驗來看起來 某些方面是有進步的 人類再怎麼樣的混亂都會有進步的 有啦 我相信整體合起來是進步的 但有些人看到你很不喜歡看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真實的講 我沒有想到民進黨墮落這麼快 只有這一點我是蠻驚訝的 我怎麼這個樣子 但是我認為我在台北市 一定公務員的服務的態度啦 那哪哪一定進步 那哪哪一定進步 那個北投市區新科技園區 現在蓋的不開始 現在地全部整好了 我每天經過那邊 現在給他們開始蓋 那個大概 但是因為那個地實太貴了 所以我猜最後能夠住的都是總部 跨國企業的總部 其他 其他沒辦法進去 所以有時候那個價格 它有沒有高度限制那邊 高度限制是有啊 那個融距離 但是但是一般來講 是有限制一些的 但是到 但是又沒有叫你蓋摩天道 你要蓋二三十層應該沒問題 奇怪你怎麼住那裡 你不是住住 沒有我運動 我每天運動經過那邊 那很奇怪 你家不是在那裡啊 騎到那裡 騎到那裡 不是我經過那邊 到那邊去騎馬 騎到那邊 跑到那邊去騎馬 在台灣騎馬這個運動實在太貴了 全世界台灣騎馬算便宜了 怎麼會 那個馬很難養啊 看你騎什麼馬 你是什麼馬 我騎業務馬 我不自己買馬 業務馬 就他們本來有的馬 而且我不是騎那種很貴的馬 我只運動而已 騎馬是運動嗎 騎馬運動全程運動 是他在運動 那是你在運動 你騎他是在運動 沒有一起 他 對了 你這樣講也合理了 但是你一定要會騎 你不會騎 他也辛苦你也辛苦 我們剛談到說 柯文哲是希望改變這個虛偽的政治環境 然後跳到這個政治環境裡面做了八年的市長 這個剛剛卸任 又回到台大去報道 然後接下來呢 我看 我說很多四年級生像我們這樣年紀人都開始要退休了 我看你要進入一個選總統 然後第三勢力 他們第三勢力的這個環境裡面去 所以退休不是不太可能 那其實不只說我不能退休 我跟你講喔 我上任的時候我們台北市65歲上人口14% 結果到今年2022年我才當了7年了 我已經超過20%了 沒有錯 那所以這個地方要警告所有 陰法的長者 那個什麼退休可以不用工作 你最要忘掉 為什麼 你現在看喔 如果你65歲退休 那你現在平均活到84歲 哇 我就還養你20年 你什麼事都不幹 在那當米蟲當20年 所以我們聽一下柯醫生的建議 現在就是 其實65歲上人還要勤運動 要不是勤運動 直接 意識上要非常的 喔 不是運動 請直接留在職場繼續工作 這個我都有數據的 因為喔 我們台灣你知道 65歲以上的人口裡面喔 復活時間工作6% 日本是30% 這表示什麼你知道 韓國大概26 日本30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喔 以前 以前是人的壽命不長嘛 所以才說喔 65歲退休 其實我查過 我們台北市的國小老師 50歲以後就開始大量退休 我那時候算一算喔 我們60到65歲的國小老師 占全部老師的1%而已 所以說過65歲還在想要教書很少 這是你的建議 這個聽眾朋友聽到 還有個問題我要問你 你說65歲以上喔 還是繼續工作OK 那你說你不運動 我看很多醫生都不運動 我看你去跑那個騎腳踏車 從南到北的時候 我覺得你意志力很強耶 通常運動人也做不到這一點的 當然有人幫你破風啊 沒有沒有 我不敢讓人家破風 因為我們我們不是職業 不是很職業隊 我怕撞上去 所以我都叫大家前面給我空出來 他你自己擋風啊 對啊 因為我不敢讓人家破風 那問題你怎麼會 破風要訓練精良啊 還好啦 你他前面煞車你就完了 他有經驗啊 他們有經驗 問題是我在後面沒有經驗啊 對 我說你沒有經驗 你敢這樣子這樣子騎 你那個剛開始當市場的時候 你是什麼 你是你是這個 真的是有這個體力嗎 沒有啦 那是靠意志這樣做 意志力啊 這個我們我們常常可以 可以強迫自己 做超過自己體力符合的事情 你是醫生特別這樣還是怎麼樣 外科醫生特別這樣 沒有啦我有在檢查 那不是啦 我在騎的時候我都看 看我的尿有沒有變黑 因為變黑的話就是 橫紋肌溶解症 你那時候隨地大小便嗎 沒有啦 我在看小便 趕快看尿長什麼顏色 我會 我沿路就開始 每個 可是你做那個事情 是讓大家看到說 我科匹很有決心 是不是那個時候 沒有好玩 行銷運動 好玩對你很重要 好玩對來講很重要 那所以你這次上那個沿上 你覺得那個 你知道那個節目是什麼意思 我不曉得什麼意思 沿上就toast 就是要烤 烤問的烤 可是個toast有兩種意思 一個就比如說我們結婚的時候 說make a toast 就是要光耀這個人 光耀新郎啊 光耀新娘啊 但裡面也可以開點玩笑 可是過分的toast 就變成沿上 變成一種節目 就要說他的這個壞話 啊等等等等 就要求他 所以你這個上這個 博恩他們這個沿上 你要去求王世堅 那不用啦 那個對那你就不會不好 那你還說幫人家去增加收視率 你講的不好笑 人家為什麼要找你就上 我也不曉得 反正我隨便講 可是你 可是因為你跟王世堅兩個人 這個節目 現在已經秒殺了 我不曉得 反正我隨便講都很老笑 我記得有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上我們節目 第一次小康模仿 模仿你 在我們那個全民在中間的時候 很多年以前 那時候第一次見到你 對 我模仿一個人要相大相對性很大的特色 什麼摳頭燒腦等等等等 可是為了要研究你 其實這個小 我花了很多時間 找到你怎麼樣的方式跟體會這樣子 我再跟你講 就說 你是新竹中學畢業的嗎 對啊新竹中學 我是家中畢業的 我們中南部的這種 四年級生 現在都是 你六十三五六十五 都接近半退休年紀了 那你現在還要再衝嗎 你真的就是四年級生那種 雖然沒有自個人生死於度外 還是優國優民啊 沒有啦不是優國優民 我們這個大概工作狂吧 我發現我每次休假每次生病 所以後來就不太跟休假 每次一休假 不然為什麼一休假就生病了 所以知道繼續工作 你做醫生是工作狂 做這個政治人物做市長也是工作狂 可是哪個對你的意義比較大 因為你2004年的時候 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時候 一周刊有個叫不回家的人 訪問五個人 你就是其中之一 對那個時候說 什麼你這個考醫學院 是你爸爸幫你報的名 那這個結婚的時候 也是沒縮之言 你媽媽幫你做的沒 我媽媽去看的 然後呢 其實你工作每天14個小時 要待在這個醫院裡面 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意思 那個時候 又不想回家 回家孩子也在睡覺 那個是45歲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時候 那是中年危機嗎 那是中年危機嗎 應該是中年危機 這個中年危機 就不曉得 就是不 就是你 辛苦了20年 那突然 不曉得幹什麼 後來 後來發現開一個方法 繼續忙下去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得到答案 不是啦 我們就 就可以不用想答案 沒有請問 今天 沒有請問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